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神经流传 成为章权地方重要信仰 并随着移民来台 就是现今我们所熟悉的医药神 宝神大帝 台南学甲慈济宫 建成于清代新元1701年 是台湾信奉宝神大帝的重要句点 庙里供奉的宝神二大帝 更已有800多年 为全世界最久的宝神大帝神像 又被称为开机宝神二大帝 据说慈济宫中的主神 出自于福建掌州白教村的祖庙 白教慈济宫 因此为了表达对祖庙的建议 也透过这样的遥迹感念 将慈祥信仰带来台湾的中华先祖们 一年一度庄重盛大举行的 雪甲上白教业族绕境 今年又多了许多不同 除了参与规模更审大 这次令人兴奋并且注目的焦点 是永康周宰伟保明宫 安定保安宫前来大回乡 三尊阮身保身大力起聚 别具意义 他们的我们是金民 学家是黑民 普通是这个公民 他们的共同有一个永远的 说这个都在依照 买到200多年 都是同一个师傅来钓却 大家保存得健康 我们像一个三尉非常好的 同胞兄弟 我们都说了这个同胞兄弟 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聚会 这个无论是心 还有我们这些信徒 人神都非常欢喜的一个事情 绕境队伍 从慈祭宫独特的武功镇为头镇 到最后由气血浩荡的旗镇 供送三尊保身大力起架 职中石建大学和台南大学 分别带领的宋江镇队伍 为船头绕境 增添不少新创意与火力 而由100位外国学生 组成的注射队伍 也是今年的特别之处 因为现在我们学家 实际说的开机保身二大地 开机保身大地是已经800多年了 它是全球仅有唯一历史最久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专业性的东西 必须要有专业五大地 来带我们海基保身大力作修 在同样也是地方子弟的国策顾问 武清机的应届下 透过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中心 邀请国际学生亲自体验 属于台湾特有的藏教文化 这边是一年一度的盛世 我们算是游客来这边 参观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 我们的历史很久了 它对我们这里有点保佑 大家对它觉得是 心中比较快乐 因为每年都来看 因为这是我们学家唯一的特色 因着时代改变 上北教业祖绕境祭奠 不只是对先祖的进食而已 祭奠仪式中的一举一动 都是传统与文化的传承 也承载信众的虔诚期望 并让更多人了解 保身大地慈悲祭世的大道精神 学甲慈基宫一年一度的盛世 也成为社会一种聚集推动 不胜与正向力量的圣殿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